好,这一讲我们介绍C语言的并量,假如我们有这样三个量,3014乘205乘205,星号在C语言里表示乘号, 就是这三个数字进行相乘,那么相乘的结果我们通常需要保存在某个地方, 那么也就是需要在计分器里有一块内存用来保存这个计算的数据的中间结果,这就需要并量。 所谓并量呢,就是保存数据的内存块的名字,比如这三个数据运送机构,我们要把它保存在一个内存块里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叫Float类型的并量Area,也就是Area是一个并量,它的类型,数据类型叫Float, Float是单几度浮顶时数,就是它是表示一个时数的,就是这个机构呢,就放在这个Area并量 所以表示了内存块的名字,也就是Area是一个内存块的名字,这个内存块的可以表达成Float类型的数据。 好,下面我们结合具体程序来,首先我们把这个打开E5E表示这一块代码是有效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机构呢,就保存在这个Area这个并量的,我们可以这个ControlB, Beta,是吧, 他说没有使用的并量Area,就是这个并量呢,我们定义到这个Area这个并量,当我们通过Float这个是并量的数据类型, 是吧,Area是并量的名字,当我们这样就称之为定义并量,定义到这个并量的时候,实际上程序呢,就会为这个Area分配一块内存, Area就是那一块绿层的它的名字,他说这个并量呢,没有使用,是吧,这个是一个警告,不是错误。 好,下面我们怎么使用呢,我们首先,我们希望把这个Area,实际上这是机构元的面积,3014π乘以半径R平方,是吧,3014乘以半径半径。 我们希望把这个面积,元的面积来输出, 我们看下面一顿代码,我们把刚才做出来的,现在我们看这一顿代码,我们要输出的这个Float是一个单进度浮顶时数类型,把Float类型的则输出呢,我们需要用一个, 叫百分之后F,F就是Float的意思,百分之后F把一个变量输出,我们看这个print,现在这里是字幕上直接输出,然后呢,遇到这个百分之F,这个叫格式幅,这叫格式幅。 遇到百分之后F,说明呢,这个,整个这个叫格式幅,是吧,格式幅里有普通的字幅,这是普通的字幅,这个呢,是转移字幅, 然后呢,还有一个格式幅,遇到格式幅,说明这个格式幅后面用豆豪格凯,然后第一项,这个Area这个并量呢,它是一个时数,是吧,时数就百分之F,好,我们之前这个就会输出这个人的面积。 我们看它有什么,它没有错误,是吧,它这里有一个情况,是重新进入main,它说在这里,redefined,就是重新进入main,就说明有两个main函数,我们看这,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个,哪里没注销的, 这里还有一个,我们把它变成0吧,好,好,这下就没有错误了, 就是现在我们这一组代码,因为E5E,N的E5,就是这一组代码是有效代码,然后我们在抗拒修复的B运行,好,现在输出的就是,半径是奥利物的原点面积,就是输出的Area等于,这空格也是造型, 然后遇到这个F的时候,那么就说明后面一个输出项Area呢,它是时数, 我们这里输出一个时数,然后呢,再换行,是吧,比如我们可以让它输出两次,是吧,输出两次,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时数输出了,其实我们可以把这半径也可以放到边量里面,比如我们再定一个边量, Foot叫IDRUS半径,等于什么呢,2.5,要有封号,是吧,然后呢,我们这里就是啊,PiR平方,第一个,PiS3D是,R叫Radius, 就在这里我们用这个边量参与这个运行,是吧,这个是文字量,就这些给出者的,这叫文字量,这个呢是边量,是吧,Area是边量, 然后呢,然后我们输出一下这个面积,这个结构呢是一样的,好,一样的, 变量我们在程序中,所谓变量是可以修改的,就是,在这里就进行了两块绿层,一个是radio对应一块绿层,一个呢,area对应一块绿层, 然后我们输出它的直层面积输出,然后呢,我们比如说,radiusIDRUS,让它等于比如说3.7, 这里的等于后,刚才等于后,不一样,定义边量的是等于后,提供的是一个值,出负值给radius,给了一个出负值,当你没有出负值也行,是吧, 但没有出负值这个结果,你就不知道这个radius内存的是什么值了,这个值就是乱了,所以我们良好的器官, 给它一个出负值,也就是这个内存块里面有一个出负值,叫2.5,是吧,就良好的器官给冰量应该有一个出负值,现在这个等于后呢,它不是 出负值化一个冰量,而是修改这个冰量的时候,就是这个冰量在定义的时候,仍有一块内存的,现在把3.7的则 放到radius这个冰量表示了内存的,也就是内存,那个内存块的数据从2.5呢,就变成了3.7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计算一下,就是我们再来计算一下,这个根据新的radius 计算一个结果,把这个结果呢,再放到area对应的这个内存里面,就是这个是area对应的内存, 它的值呢,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个负责于用来修改变量,这个 修改radius变量的值,修改area变量的值,最后呢,我们得到了一个3.7的 圆的,圆的面积,看,3.7的圆的面积是这样的。 好,我们还可以在里面什么,再增加一些输出项,比如半径,半径是什么呢, 百分之F的圆名积是,我们这样的,我们把它换成中文,半径是,我们在这个,这个是print的 叫个式串,个式串的一个个式符,百分之F表示后面数据项是什么,我们 我们使用是半径,半径呢,是对应的这个变量。 radius,这里有英文的,然后这里是直接输出,然后又据到一个格式符,百分之F, 顺便对应的这个后面这个项,这里有多少个格式符,有两个,那么 这个对应后面就有两个输出项,就是这里有两个输出项。 所以我们现在看print的第一个是格式串,后面呢,是一起输出项,那么同样的 我们把复制一下,把下面也改掉,这样呢,ctrl-shift-b,ctrl-shift-b,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输出的 情绪更加友好了,那么第一个说,半径是2.5的,这个圆的面积是这么多,半径是3.7的 圆的面积就是这么多,但2.5,我们本来这个则是2.5,但呢,它输出的时候,就是 就是无论的来输出了多个项,就是说小数顶后面有多个,我们也可以再怎么改一下,表示输出项只有 输出,呃,三个字符宽度,然后呢,和小数顶后面,假如就让它有一个,是吧,小数顶后面就是,输出上 输出三个项目,小数顶后面是一个,我们这样看看,现在是3.5,是吧,输出三个宽度,一,二,三,三个,但是小数顶后面呢,是一个,是吧,这样以后我们刚才就一样了 当年为人的面积,我们也可以让它小数顶后面,比如,我们是,呃,假如是7个, 占据宽度是7个,两个呢,小数顶后面是3个,就是输出项,这个输出项的宽度是7, 占据区位,两个呢,小数顶后面是3,好,现在我们得确的结果是这样的,是吧,这个输出项的宽度一共是7个, 小数顶后面是3个,这里不足的就补空格,这样呢,我们就知道printf怎么样输出这个,这个float类型的量用f, 我们等一会儿看到输出其他类型的量,好,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程序的数据主要分为文字量和b量,文字量就是自己给出责的量, 比如34,304,这个则是确定的,这叫文字量,这个是整数,这个是伏顶数,然后呢,这个两个单元号带一个字符,这个表示什么,是单个字符, 两个双元号带一系列字符,这里可能是0个或者多个字符,这个叫字符串。 这是文字量的质量都是确定的,不能修改的,而b量呢,数据除了文字量还有b量,b量呢就是一个内存块的名字,特定类型的内存块的名字,就是b量呢是内存块的名字, 而且这个内存块呢,它是具有一定的类型的,所以定义b量我们要用b量名,啊,类型名,b量名和初始者,初始者可以不给。 比如我们刚才这个定义b量,float是类型名,这个是b量名,两个等于一个初始者。 C语例也是基本的,最基本的类型,比如inter是表示整数类型,chal呢表示字符类型,float表示单进度符里实数,double呢和float类型也是表示符里实数,但是凶进度,就是double表示实数呢,比float表示实数,精度高一点。 好,下面我们把这个改成e,调进名,这样我们执行这个,我们看,在这个程序里定义了inter类型的b量a,float类型b量a, 还有chal,是吧,其中有的b量没有出时,给它出时,有的b量给它出时,是吧。 我们,这个这些垃圾,啊,这里可能有了一些那个,英文的这个符号把它变成,中文的符号把它变成英文。 他在说没有使用的b量area,就是area这些b量都没有使用,它给它减化,但这不是处,我们看一下它没有处,wain就减化, 有警告没关系,就是这里都有警告,为什么这四个b量我们,呃,定义了四个b量,但是没有使用它。 定义了四个b量,那么实际上它们分别定义四块内存,a定义一块内存,这个内存只能放整形数, radio是定义一块内存,这个只能放float类型数,而ch呢定义一块内存,只能放制伏,制伏是一个字节。 Intel呢一般是四个字节,就是三十二位,double呢一般是八个字节,float一般也是四个字节,占据宽度。 好,现在这是定义的b量,我们输出刚才,再回过来看print函数的输出。 刚才我们就看到print函数的输出呢,它第一个是一个格式串,说明后故事的格式串,然后呢,后面是一起输出项,是吧,一二三,格式串的也就是格式符,后面也就是几个输出项。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文字去看一下这个关系,这个格式串的说明,在这里我把这里也复制过来了。 刚才看到百分之后,开头的那个叫格式符,是吧,比如刚才百分之f,你要按照什么类型的输出,那么格式符就要说明是什么类型的,呃,这个输出项是什么类型。 比如百分之c,表示输出的对应的输出项是x,百分之d呢,对应的输出项是d,百分之f是单净的实数,百分之lf,就是双净L就是none的意思,就是double型的。 是吧,如果一个支付寸,就用百分之s。好,现在我们看这组代码,刚才我们进入了这几个边缘,我们没有使用,下面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就是printf,打印什么呢? a等于,这个是普通的指数,这是格式符,表示,遇到这个,两个说明这里的是一个整数。 然后在这里,百分之f,说明这个是单净度实数,遇到这个百分之c,说明这个ch是x,是吧,有三个格式符。 这后面有三个输出项。然后area等于这个,lf,就是double型的,这个是double型的,是吧,就是double型的,因为这个area是double型的。 然后这里,输出一个支付寸,百分之s说明后面输出项是支付寸,这个支付寸我们给的文字量。 就这个输出项可以是b量,也可以是文字量。好,我们变一下,它也警告,没关系。 它说警告什么,radio是这个使用的,但是没有初始化,就是这个b量没有初始化,没有初始化它都警告了,area也没初始化,是吧。 我们没有初始化是可以的,但是你也可以给它初始化,这个警告就没有了。是吧,比如radio是等于0,area等于0,给它初始化,这个错误就没了。是吧。 当年不初始化也是可以的,也没问题。好,最后数学是这样的。是吧,a的则就是2,是吧,数学的a的则就是2。 我们看一下,a的则就是2嘛,初始化,ch的则就是a,我们看,第一个数学就是a等于它的则是2,radio是等于这个则就是0,因为radio初始化是0。 这个是,下面的area也是0。好,假如我们把刚才初始化去掉,那么看它结果是什么,那结果的则就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没有给这些内存初始化,它的输出呢就是乱的。 你看,area在初始化就是0。 你看,area在初始化就是0。 is0。 із0。 很好,男,男,女,女,小小小小都,233。 也是0。